这个按钮是我们开机的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按钮的话是我们的重启接 打开仪器之后我们呈现出这样一个界面 有两个选项 这个A选项的话 它是控制我们腹肌探头的一个按钮 这个B选项的话 它是控制我们单机手柄的一个按钮 我们操作的时候是先操作这个B探头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这里的话 它是控制我们时间的一个按钮 它一共有60分钟 操作一个部位的话 我们这个单机手柄 它控制在20分钟到25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能量的一个调节 能量调节的话 初始值我们是建议从15开始往上加 这边是减 这边是加 能量的话都是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递增递减 然后这一栏 这一栏的话 它是我们仪器工作时候的一个能量显示图 就是它工作的时候会呈现出像WiFi一样发射的信号出来 就说明已经在工作了 然后这里有三个按钮 这个是我们手柄大小的一个选项 这个是开始 暂停返回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富气压探头的界面 A选项 我们给它点进去 第一个的话 它是控制我们时间的一个按钮 它最高也是60分钟 我们这个探头 它做一个部位的话 时间控制在30分钟到35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它RF RF是我们热量的一个调节 富气压探头的时候 我们热量建议从30这样子往上加 VAC它是我们吸力的一个调节 这个是我们吸的时间 放的时间 这两个的话是不需要调节的 因为我们这下面有个模式的选择 模式选择不同的时候 它这个时间就会自动变更 所以不需要调节 这一栏六个是我们模式的选择 第一个是长吸模式 长吸模式的话 它就是一直吸着 不会放的一个模式 然后这几个都是放松的一个模式 它有吸有放 频率都是不同的 这个是两秒一吸 一秒一吸 二分之一秒一吸 三分之一秒一吸 还有个四分之一秒一吸 你看它这里的时间都会自动变更 我们操作这个探头的时候 我们现在用到的模式是这个 二分之一秒一吸 或者三分之一秒一吸 两个选择中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模式的时候 VAC是从10这样子往上加 然后操作完放松的模式之后 我们就给它点到长吸的模式 长吸的模式的时候 我们VAC就要给它剪下来 剪一半从5这样子往上加 客人能承受的话 我们就给它加 如果它承受不了就剪下来 这些能量都是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 来递增递减 这一栏的话 也是我们探头直径大小的一个选择 根据我们探头的大小来选择 一个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开始暂停反围键 我们仪器两个手柄各标配 有四个探头 两个小的还有两个大的 我们两个小的话 它可以操作我们身体面积较小的一些部位 比如我们的肩颈部啊还有肩胛骨缝 我们的手臂都是可以用这两个小的来操作的 这两个大的呢 我们是可以操作身体面积较大的部位 比如我们的背腰部啊腹部啊还有腿部 都是可以用这两个大探头来达到一个减脂数型的效果 这两个的话我们模式选择的时候就是选A 探头直径大小的时候我们就选A 这个选B 然后这两个的话是最大的探头 我们选C就可以了 我们操作的时候先将导电的腹脊板 补贴以我们的背腰部下侧 补贴皮肤 然后涂抹产品 将产品在我们皮肤上涂抹均匀 操作的时候先操作这个单极手柄 在腹部打圈 然后侧腰 然后拉腰线 拉腰线的话是拉三条 一条是在我们肋骨下缘 然后到其中 扶个高 我们操作的时候探头一定要贴平 不能停留 然后再拉侧腰 侧腰的话先走直线 来回走直线 然后再从侧腰 往腹部拉 打圈走直线 我们探头操作的时候都是避开肚脐炎不操作的 一个腹部的话一个手柄操作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到二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操作完这个手柄就更换我们腹气压的一个手柄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腹气压的一个手柄 操作腹气压手柄的时候我们要先用到的模式是二分之一模式 因为有些客户他的带来比较堵的话他会感觉有点痛 那我们就可以用二分之一的模式来给我们的客户皮肤达到一个放松的模式 第一步也是在腹部打圈 避开肚脐炎 然后拉腰线 从侧腰到我们的脊中 再到我们的肋骨下缘 操作的时候要避开他的骨头 再到脊下 然后再侧腰 然后再侧腰 侧腰的话先走直线 然后打圈 再从侧腰拉到我们的脊中 到脊下 到肋骨下缘 我们放松模式操作个两分钟左右就可以换到一个长吸的模式 放松完模式之后做完之后我们就做一个长吸的模式 也是先在腹部打圈 避开我们的肚脐炎 操作的时候将探头一定要服贴我们的皮肤 然后拉腰线 从侧腰到我们的脊中 然后再统过我们的肺骨下缘 然后再统过我们的肺骨下缘 肺骨的话它这里有个骨头我们一定要统开它 然后到腹钩 再从侧腰拉腰线 先走直线 先走直线 然后打圈 再从侧腰拉到我们的肺中 走直线 然后到我们的肺上 就是肺骨下缘 到腹骨钩 我们长吸模式的时候 要把那个VAC就是吸力剪下来 比如刚刚我们放松的模式是10的话 那我们长吸的时候就要剪一半 剪到5这样子开始 能量跟吸力的话都是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加减 它能承受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能量给调上去 如果它承受不了的话 那我们就给它剪下来 这个手柄在腹部的话控制在30分钟左右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背部 先涂抹产品 将产品涂抹于我们的背部 涂抹均匀 操作的时候也是先操作这个单机手柄 能量从15这样子慢慢往上加 操作的时候也是先操作这个单机手柄 能量从15这样子慢慢往上加 然后滑到肚脉跟膀胱肌 能量的话也是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加减 然后我们的肩胛骨缝 来回走直线 操作的时候也是要将探头服贴我们的皮肤 然后打圈 这个探头的话 整个背腰部操作的时间控制在20分钟到25分钟 操作完单机手柄我们就更换于富奇亚的一个手柄 操作背腰部的时候 我们富奇亚手柄先选一个小探头 小耗的 这个小探头的话我们的模式就是长吸模式 用这个小探头先输通我们的肚脉跟膀胱筋的一个筋肉 然后打圈了 操作外 arrangements 操作于我们的肩颈 来疏通我们颈部的一个经络 先加骨缝 来回走直线 我们碳头拿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快 我们小碳头操作两分钟左右就更换那个大碳头 大碳头的话我们先用二分之一的模式操作 从我们的肚脉跟膀胱开始 因为我们身体背腰部的面积较大 所以我们用这个大碳头的话操作时间可以久一点 起点都是在第七颈椎 然后肩颈 放出模式操作两分钟之后我们就更换以长期的模式 长期模式的时候我们把VAC给剪下来 剪一半从五开始 也是从肚脉跟膀胱筋开始 走直线 绝绝1个膳胱筋开始 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将碳头服贴于我们的肥肤 能量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递真递减 这是走直线的一个手法 然后打圈 整个背部打圈 走得死 整个背要部的话 这个负气压的探头时间 控制在30分钟到35分钟就可以了